illeure unveiled 紫微方又跟大家見面了 今天講的一顆星就是十四顆主星裏 一顆叫做大好人的星 就是天上星 天上星看起來好像沒什麼突出 但是如果天上星運用得好 都是一個格局不錯的 天上星法器叫做人 所以他有宰相的角色 輔助的角色 甚至乎天上星闖命的人來說 他擔當副官或者副手 他是比一些我們叫做department head 或者主席 更能表現他的優點和輔助能力 所以往往我們經常都說 天上星闖命的人來說 很多時候他們的工作和表現能力 都是比他們的老闆 他們的頭頭更加厲害 天上星五行是任水 我們稱為廣慈之星 廣慈之星來說 代表了什麼呢 叫做磁場 個人有一個測忍之心 另外也是觀著利錄的意思 天上星來說 我都是大好人的星 心地比較善良 和海可親 待人節物的時候 帶有少少的幽默感 非常富同誠心 還有個性比較隨和 好奇心又重 但是很喜歡管別人的事 所以天上星來說 經常是自找麻煩的 好 特徵來說 就是很容易配合別人的工作 所以天上星如果做一個足球隊來說 往往是打中場 而且是攻擊中場的角色 但是天上星有一個不好處 是容易受騙 容易被人欺騙 尤其是處理感情方面 因為天上星坐命來說 貪狼星就會在夫妻公 貪狼星有化綠的話 夫妻非常欺欺愛 如果不是天上星坐命的男女也好 婚姻來說 總有一些瑕疵 我們經常說 天上星就好像一個參謀總長一樣 帳上額頭 堪走馬 攻後套類好餐船 就可以形容這個天上星坐命的人 天上星的人來說 斯文有禮 應對非常之得體 變才無礙 思慮也周全 溝通的能力是相當之強 人際關係非常之和諧 而且是較為誠實 甚至叫做老實 非常之有測忍之心 所以做服務行業 服務行業 公關行業等等 都做得非常之好 但缺點又如何呢 經常來說 意志就不是很堅定 缺斷力又不是太好 很喜歡做一些事情來說 就是缺乏耐性 而且希望掌權又罷負責任 所以做副手就挺好的 天上星有時眼高手低 而且有一點虛榮感 經常做事來說 所以天上星的人來說 不會很重視金錢 但較為著重虛榮 那就不算多好 天上的特星來說是怎樣呢 負責 老實 性情比較溫和 而且喜歡去幫人服務熱心 而且是相當之忠良的 有善心 給人一種很穩定的一種感覺 因為天上星的人來說 似乎不是很喜歡去搏的 亦都不耗賭 所以有些人認為天上星的人來說 就不太夠衝勁 而且好管閒事又怕事啦 不過天上加廉精來說有一點不同 方正而不夠圓容 而且來說很喜歡遠離恆風合心的 你看到一些什麼叫遠離恆風合心呢 就是說天上星的人有時會發覺在飲宴之中 天上星的人在玩得很開心的時候 他往往自己坐在一旁喝酒 這樣的喔 但是突然之間就很有趣喔 在生命來說呢 有時來說呢 那個人呢 突然之間有豪氣上來喔 還有天上星的人因為宰相嘛 多數有點貴氣 還有愛好和平 喜歡名譽和聲望 給他一些掌聲 他跟你做什麼都可以喔 那而且來講呢 經常都會犧牲小鵝替人著想的 那我們所以說呢 若果你找到一個天上星來做你的伴侶來說呢 他是相當之體貼的 尤其是你會發覺到他肚餓的時候 自己有餅也好 都給別人吃了先的喔 那而且來講呢 會有一些犧牲奉獻的精神 不過呢 不好處來說呢 就是說 有時做事就太過猶疑不定這樣 雖然就是有一個比較上呢 就寬厚誠懇的心啊 嚴以律己 寬以待人去形容這個天上星就好 天上星是最慘的 經常都會被人冤枉的喔 一生之中來講 因為天上星來講 錯命的那些朋友公呢 就會在這個太陽公 在看這個害公 如果在這個太陽來講 落陷的時候呢 就很容易被朋友出賣 如果格局不好的時候來講呢 往往在這個少年的時候來講呢 都會比較辛苦 比較艱辛 所以來講呢 就天上星來講呢 做公務員啊 大公司裡面呢 就任職呢 比較穩定的工作都夠好 好了 天上星是最理想的董事啊 或者幕僚 我們經常都說 天上星最好是做參謀總長 因為天上星的人來講呢 有一種外放的能力 而且來講呢 就是說 是很喜歡一些很高級啊 求精 不是求量的人來的 所以呢 他去挑選一些精英分子啊 或者怎樣安排一些人去做事呢 是非常之做得好的 所以天上星的人來講呢 有時候呢 都可以說呢 是一個副指揮官的角色 天上星的人來講呢 就比較重視外表啦 裝飾打扮啦 而且呢 很整整齊齊的 好了 天上星也都是代表了文書呢 也都可以說是衣食無憂的意思 那天上星是藍豆星啊 如果在這個事業工來講呢 就是叫做天上得惠 那通常來講呢 都會做到一些企業啊 或者在公務員當中呢 就是我們叫做政府呢 都是較為叫中高層少少 但是你說去到真的要做到一個部門的主管啊 或者行政總裁呢 那要看一下那個格局的大勢了 天上星的人來講 就是說呢 說話比較得體呢 比較莊重一點 如果有文章文曲的時候呢 是比較喜歡寫書法 起碼喜歡吟詩作對的 而且來講呢 天上星的人來講呢 很得到一些上流社會的人的一種欣賠啊 和一種欣賞 所以天上星來講 很多時候來講呢 如果在人力市場方面表現得好呢 是往往會有很多一些很出色的老闆啊 或者一些負責人啊 都會挖角的 所以天上星在一生之中來講呢 很多時候都會出現了被人挖角啊 轉職啊 轉行的一些機會 天上星加這個左腹右拔啊 那就有權啦 依靖無缺 生活就比較安穩的 而且呢 都很多人去幫他 天上星來講 會文章文曲 有文才啦 有道理啦 而且來講呢 可以說天上星是屬任水 耗兩杯 耗完兩杯之後來講呢 就吹台腐詩都可以的啊 所以天上星的人來講呢 很多時候你見到的寫字來講呢 都會寫得很美的 天上星加會這個天灰天瑜來講呢 經常會碰到一些有地位啦 高官厚職的人啦 和貴人幫助 天上星加會權科禄的時候來講呢 就相當有實力 有作為啦 事業方面來講呢 會比較順暢些 如果天上加火靈的時候呢 一定要小心災禍 而且就是火災啊 啊 天上星加這個瓶養啊 陀螺的時候來講呢 感情風波啊 破財啊 甚至在錢財方面來講呢 可能會受騙啊 這件事真的要注意 天上星如果有回到這個火星 靈星 琴仰 凶劫 這個六角煞星和化技來講呢 人生的變動是相當之大 尤其是在青少年的時候 煩惱也都多 最好呢 就是一技旁身啦 什麼叫一技旁身啊 在少年時代去到或者讀大學的時候呢 要挑選一些專業的技能呢 去讀呢 那旁身呢 那就一生之中呢 會較為好些 若果在大小二限裏面 遇到這個天上星來講呢 就會交際和應酬呢 就相當相當之多的啊 好啦 如果採命工的人的天上星來講呢 就比較敦厚啦 性情溫和的 很有正義感 那都可以說很艱苦工作啊 黑苦內勞的一群 也都是說可以是經過艱辛 一個艱難的生活啊 或者一個事業方面呢 才會成功的 好啦 廉政天上的人來講 心體更加賤良啦 智慧高 而且聰明多才 相當之喜歡呢 就掌權 而且有一個指導啊 領導能力 處事呢 就比較謹慎 但是呢 就比較保守的 人生的價值觀呢 就偏向於明節保身 所以來講呢 廉政天上的人來講呢 是不喜歡冒風險 也都不喜歡投機 啊 所以如果你如果找到一個廉政天上的人呢 作你的伴侶啊 或者是你的下屬的時候呢 你會將這個事業 或者終身附託給他呢 都是較為穩定的啊 如果在命功有武曲天上的人來講呢 一身生活來講呢 比較平穩啦 物質豐富啦 而且來講呢 做事來講呢 全力以赴的 你叫他做什麼來講呢 他都會遵從啦 甚至乎來講呢 就是信用相當之高 很有責任感 還有正義感 但是來講武曲就有一點不好的 就是喜歡做一管閒事 遇到壓力的時候來講呢 反而呢 就會退避 因為有天上加武曲 武曲本來來講呢 就是一個以歷為財啊 非常之可以說 叫做比較快速啊 做事來講呢 就是叫做辛苦命啊 加了天上星來講 一條和之後呢 就似乎來講呢 有很多事來講 就會比較上呢 想清想錯星去做 好了 紫微天上的人來講呢 忠厚正派啦 而且非常之有獨特的氣質 有專業的技術啦 喜歡法號司令 往往來講呢 由小時候呢 中小學讀書呢 你都見到的呢 那些紫微天上的人呢 都會做一下行長啊 做一下班長啊 去到中學的時候來講呢 就會做一下那些什麼社長啊 之類的 去到大學的時候呢 就可能呢 就會開莊啊 做一下學生會 裡面的幹事啊 都會有啊 甚至乎來講呢 他自己不想做都好呢 學校啊 或者老師啊 都會委派他 紫微天上的人呢 往往呢 就會在權力的核心裡面的 所以來講 紫微天上的人來講呢 就喜歡呢 就 法號司令啦 是一個指揮官 那但是呢 就很特別的 對上司啊 掌官啊 都會有些意見 但是呢 就會守規矩 專從制度去做事 做人做事都非常之熱心 甚至乎來講呢 就很喜歡幫人這樣的 所以呢 天上星闖命的人的組合來講呢 往往來講呢 都是一些比較呢 緊直啦 誠狠啦 做事呢 是穩穩蕩蕩蕩蕩的人 但是你說來講 紫微來講 這個天上星來講 有沒有大格局呢 當然會有啦 那 尤其是天上星呢 我們昨天都這麼說 很多時候 很多星的聖質呢 都不法少年人 天上星也都是在這裡 所以在天上星來講 有時候會走到 大概是 讀書之後啦 二十多三十歲的時候呢 才開始會發揮到他那個 星的聖質 甚至乎來講呢 去到中老年的時候來講呢 往往呢 是一個相當之不錯的一個成功人士這樣 那麼 天上星的第一部分呢 就今天就講到這裡啦 下個星期來講呢 我們就會講一下 天上星分佈在不同的工位裏面有什麼的意象 誰象 OK 拜拜